乌克兰军队最新通报 共歼灭约2.3万名俄罗斯军人 摧毁坦克986辆 装甲战车2418辆 火炮系统435套 火箭炮151门 防空装备73套 固定翼飞机189架 直升机155架 军用车辆1695辆 舰艇8艘 战役战术无人机229架 战役战术战术导弹 发射装置4套 有网友惊呼 俄罗斯军力全球第二名不负实 乌克兰才是全球军力第二 真的是这样吗 俄罗斯军力世界第二值得怀疑 先看完这三组数据 关于全球军力排行的问题 现在比较公认的一种说法 是美国第一 俄罗斯第二 后面的次序还存在争议 不过美国和俄罗斯分裂一二位 是没什么争议的 去年年底 俄罗斯公布2017年度的 国防预算之后 有不少分析指出 连续五年下滑的国防预算 很难保证 俄罗斯军事实力稳居第二 事实真的如此吗 我们不妨通过一组数据 来了解一下 38是俄罗斯海军现役 核潜艇的总数 俄罗斯海军目前拥有 13艘洲际战略弹道导弹 核潜艇 7艘巡航导弹 核潜艇 18艘攻击核潜艇 除此之外 俄罗斯海军还有23艘 常规动力潜艇 这样算下来 俄罗斯海军和潜艇的数量 在其潜艇总数中占到了62%还多 仅次于美国海军 这是因为美国海军没有常规动力潜艇 就战略核潜艇的总数来看 俄罗斯和美国处于同一数量级别 二者战略核潜艇的数量都维持在12至13艘这样的水平 3351是俄罗斯三大军种现役军机的总数量 是除美国空军以为全世界军用飞机数量最多的空中力量 在3351架各型军机中 轰炸机、战斗机和攻击机的总数 占到了军机总数的近50% 且图160、图95、图22M3总数超过200架 远程打击能力强大 据悉2017、2021年 俄罗斯海军航空兵还将补充100架各型舰载机 机队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7290 俄罗斯核弹头的总数量 统计数据来自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院 2016年1月发布的全球核武发展情况 在这份全球核武发展报告中 俄罗斯以7290枚核弹头总数排名第一 美国位列第二 核弹头总数为7000枚 现阶段俄罗斯常规军力 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所下降 俄罗斯军力保持世界第二 很大程度上员自其数量众多的核武器 当然也包括前面我们所说的核潜艇 常规不够 核武来凑 这就是俄罗斯军力在军费连年下滑的情况下 依旧保持世界第二的命局 俄罗斯每年军费只有500多亿美金 连美国的零头都不到 这些钱只能是勉强维持 这么多武器装备 每年的维护费用都是天文数字 想要挤出点钱升级信息化 买点无人机啥的杯水车薪 俄罗斯此次在俄乌战场吃亏 吃的就是信息化战力弱 无人机少 战场感知能力弱的亏 再加上空天军 有机无弹 机型陈旧 始终掌握不了绝对的制空权 陆军想猛冲猛打都猛不起来 即便如此 乌克兰想当第二 还差十万八千的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 俄罗斯仍有余力 至今没有做全国动员 俄罗斯战争潜力极大 如果做全国动员 乌克兰不可能顶得住 即便加上北约的军援 也不可能顶得住